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們大家都知道YouTube是一個新興職業 蠻多人會想要踏入這個職業的 可是人呢往往就是在我們不知道的狀況下 我們會想要去做他 可是知道的越多 我們反而越會迷茫 那我今天呢就是想要以我這一年以來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 到底到底會得到什麼 那你會必須要付出什麼 就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YouTube這個行業 更明白是不是自己想要走的路 那首先呢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我是在做什麼樣的頻道 我是在做一個都市傳說類的頻道 都市傳說主要就是在挑戰一些 平常我們不會去接觸到的事 通常都是比較偏靈異類 最有時候想要就是錢先疊先筆先這類的 那第一個我想要講的就是我們YouTuber的收入 以我本人一字解釋現在訂閱18萬 為一個例子來看 像我這個月的廣告收益就是 多少 FREE的這個節奏 我們在這裏面跟我夠 2787美金 我這個月產出的片子 一共是8隻 一隻呢都會花8到12個小時剪輯 拍攝大概3到5個小時 一個月應該以後呢 我有120個小時 有可能你早上8點起來工作 然後工作到週五12點這樣子 聽起來好像也不會很多事 其實每一支影片產出來之前 它都是一張白紙 不是說我現在想要拍什麼 我現在直接去然後拿著攝影機 我就欸就夠了這樣子 對這樣子會拍出一堆 很沒有頭緒的東西 包括你的題材 你要準備的道具 拍攝的時候你要的敬畏 你全部都要搭配起來之後 你才能知道你後續要怎麼剪輯嗎 其實這個錢之作也是一個蠻大的工程 那除了這個8萬4的廣告收益之外呢 我這個月也收到了蠻多業配的邀請 像比如說有法尼的廣告 翻譯APP的 有細APP的廣告 還有淘寶的廣告 那我就把全部數字都講出來 因為我覺得 這種事情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比較私人 可是我覺得 比較沒有什麼 如果全部業配都接下來的話 大家會有20萬左右的收入 但是呢這些業配我一個都沒有接 因為一旦你把業配接起來的話 你可能拍出來的東西就不是你本來自己想要表達的 就不會有那麼的有靈魂 那又加上說 其實有的時候那個商品自己也沒有用 你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 再來呢 剛好有一個數據可以給大家看 因為我7月份的時候 我去了泰國 整整一個月只發了一支片 而且你們可以看到那支片 是幾乎沒有收益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呢 其實我剛好有一個數據 就是說 如果一個YouTuber 他一個月不發片的話 大概會有多少的收入 如果一個月不發片的話 我的收益大概會有1060 因為我們本身影片其實 還會有基本的流量在跑嘛 因為持續都還是會有人在看 但是當然啊 這個不會一直讓你永續 每個月有3萬 如果你持續不發片的話 我相信 觀眾也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你都會越來越少 所以其實永續經營還是很重要 第二個點呢 我就是想要跟大家講 設備的 當YouTuber到底需不需要 先買一堆設備 我覺得你有多餘的錢的話 你可以考慮 因為你可以一致讓你的影片 到某一個檔次 沒有多餘的錢的話 我覺得其實不必要 你們可以看到我前面的影片 我的設備其實就是 加成一台手機而已 我會知道後面才陸續 添購一些設備 一個 探照燈 80D的 卡鬧的相機 有的時候也會用 iPhone 8S去拍攝 那還有一台GoPro 只是我不知道他跑到哪裡 他好像不見了 應該等一下就出現了 我東西都是這樣 第三個點我想要講的是 你們當YouTuber 一路會碰到的心物歷程 從剛一直做YouTuber的時候 我相信最多人 也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就是你影片拍好 你上傳了 可是卻沒有人看 那其實這個時候呢 我建議大家得視性不要太重 因為沒有人一開始就是可以直接成功的 就像你看Michael Jordan 高中的時候也是打候補 不妨就是在你最開始的時候 你給自己設一個挺順點 不是說你影片的數量越多 你花越多時間 你就會獲得越高的人氣 關鍵是在於說 出的東西我們抓到大家的胃口 就可能說我出了20支影片 沒人看的話 我再換個主題 我再換個系列 我覺得這樣也是一個 蠻好的方法 當然啦 拍的一定是自己有興趣的嘛 不然真的很難有去接應 當你開始影片有人看了之後呢 第二個點就是你要走出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重點是要自然 一開始模仿 學習 我覺得那是好的 只是說 如果你在呈現另外一個人 做的不是自己 包著一個面具在鏡頭前面 那其實真的會很累 這次影片是我很冰濕 突然想要跟大家講 不曉得大家還有什麼想要了解的地方 我能夠解答的 我盡量解答 因為我畢竟 還只是一個十幾萬訂閱的YouTuber 其實還算很少 我只是把我這一年的經歷 分享給大家而已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們啦 祝大家 不論是想要做YouTuber 或是做其他的工作都能夠成功 方法對了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OK 那如果喜歡YouTuber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 按按喜歡 謝謝大家的是網購 我們下次見 掰